五藏别论篇第十一 皇帝问曰 于文方式或以脑髓为造 或以肠胃为造 或以为腐 敢问更相反 皆自为事 不知其道 愿文其说 齐波对曰 脑 髓 骨 脉 胆 女子包 此六者地气所生也 皆藏一阴而相于地 故藏而不屑 名曰齐横之腐 腐胃 大肠 小肠 三胶 膀 膀胱 此舞者天气之所生也 齐戏向天 故歇而不藏 此受五藏浊气 名曰传话之腐 此不能久留 书谢者也 破门亦为五藏使 水谷不得久藏 所谓五藏者 藏经气而不屑 故满而不能食 六福者 传话物而不藏 故食而不能满也 所以然者 水谷入口 则为食而常须 食下则常食而未须 故曰食而不满 满而不食也 地曰 弃口何以独为五藏主 齐伯曰 胃者 水谷之海 六腑之大圆也 五胃入口藏于胃 移养五藏气 气口亦太阴影 是以五藏六腑之气味 接触于胃 便间于气口 故五气入鼻 藏于心肺 心肺有病 而鼻未知不利也 凡治病必查其下 视其脉喉 观其治意与其病能 居于鬼神者 不可语言之德 物于真实者 不可语言之巧 并不许治者 并必不治 治之无公义